嗨 各位非面的朋友 大家午安 現在是下午1點半左右 那我趁著今天休息日呢 把貨車上面的東西 就是之前工作 然後 沒有整理完的東西 再把它整理一下 其實還蠻 就是有不少啦 這些東西把它 有的要烏龜原味啊 然後 有些垃圾什麼的 要把它清下來 像工作時候喝水的啊 然後還有一些去工地清回來的垃圾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這個東西 這些東西每一樣都 有一點小小重量 但是 其實也還好 不會太重 做我們這個工作呢 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不是 跟著營造的 或是說做公家機關 基本上 有時候你可能會 就是如果你不是跟著走公家機關做的話 你不可能每天都是 就是 非常 很忙碌的都在工作 就是 總是會有一兩天是 休息 今天天氣超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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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是 好特頻啊 這些零件 給它丟一丟 我們家的寶樂平超酷的 我都會先把它放在這邊 其實寶貝之前就這樣弄 就是跟著它一起這樣弄 就是先放在這邊 因為車子都會在這裡進出 所以就放在這邊 然後給車輪就是壓一壓 壓完之後我們就會裝這樣一袋一袋一袋 然後再拿去支援回收 油漆 這是我們用的油漆 漢條 本來想說下來我要去剪頭髮 結果我剛才打電話去問 今天都客滿 所以下禮拜再去吧 明後天要去幫忙朋友 就是去幫他弄 也是有工作 然後就是去幫他這樣 所以下禮拜再去 再給我們 看來想說 再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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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要過年了耶 大家有沒有什麼行程 還是 什麼 好吃好玩的地方 可以 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好了 原則上整理的部分就到這邊 其他上面你們看到的都是 原本就要放在車上 因為有時候如果說去看工作 或是去工地弄東西怎麼樣 有些東西還是臨時會用到 所以有些東西我們就是讓它一直放在車上 就變成說 車上是一個小小的行動工具箱這樣 那其他比較少用到 或是說比較大型的 我們就會把它拿下來 等到說 譬如說哪一場的case 或是哪一場的工作 有需要用到那個工具 我們才會把它拿上車 那其實我們這個工作就是 這樣子啦 尤其是到 呃 農曆的過年 大概前十天吧 我不知道其他 廠商是不是怎樣 但起碼我跟爸爸做那麼多年 就是我從我高中的時候 假日就開始 甚至國中啊 假日我就開始 跟爸爸出去做 然後一直到我現在 二十五 二十五歲 不對 二十四歲 就是我們幾乎每一年都這樣 每次的農曆過年之前 都是沒什麼工作 然後要一直等到 二二八 甚至是 呃 對就是元宵節之後 才會開始再有工作 因為 其實 只要動到我們這一種 基本上就是 都是比較大的一些工程啦 不是 你要鑽牆壁啊 不然就是 什麼水泥要打掉 不然就是 屋頂要拆掉換新的那一種 那 這種的話 在過年之前 其實大家都是 比較不想去動房子 因為是過年嘛 就是台灣的很多習俗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過年的前後 可能都會有很長的 一大段時間是在休息 那最近我們也開始 就是 呃 工作的部分也開始 慢慢的停下來 就是 也準備開始要過年 因為在 今天都已經二號了 再十幾天 可能 就要農曆的過年 那再來就是 換我們開始放寒假 就大概放到 初五 初五之後會有一點 會有開工嘛 但是 不會每天都是滿的工作啊 就是像我剛才講的 要一直有工作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等到 什麼 228 人家說什麼元宵節是什麼 小過年喔 還是 還是什麼 我忘記了 不知道 反正就是要等到228 或是元宵節過後 才會開始再陸陸續續的工作 然後等一下咧 我要把 一些 材料算一算 就是 呃 之前去估的 但是這個 基本上是確定要做 所以要等 到 過年之後再做 就是客戶說 過年之後再做 他也不想 過年之前可能太趕 還是怎麼樣 所以就是要等到 過年之後再做 那我就是要先把 材料算一算 就是 總共需要多少材料 這樣子 然後大概跟他報一下價 那我們現在就走吧 這個視頻呢 大概會在下禮拜一的時候上 剛才呢 我算圖的那個呢 已經算好了 然後 想說還有一點時間 所以就 上來把 那個 視頻的部分 上字幕上一上 然後直接把它上傳 那原則上 我們今天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啦 好不好 如果你還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分享 訂閱按讚 然後記得要開啟小鈴鐺 這樣你才能收到我的最新資訊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